这个辣的跳牛蛙是我第一次吃 也是我第一次品尝 说实话我以为它不辣 结果让我吃下去第一口的时候 哼 彻底炸了 哈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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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住餐老板咳咳发多难就好 上次咱们不是吃了六斤的鱼蛙吗 没过瘾 今天咱们到了武汉了 武汉最出名的就是辣的跳牛蛙 今天咱们去吃个自助牛蛙 69一位 听说蛙和鱼都不限量 走 今天就给老板上一课去啊 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辣的跳牛蛙 我就吃了三口而已 我就已经吃不下去了 这个牛蛙果然名不虚传 真的 哇 太辣了这个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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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劲儿太足了吧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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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辣了 哎呀 我这条子 啊 哎呀 给你命一口一下就不辣了 啊 太辣 哎呀 哇 这劲儿太大了吧 哇 我腿都麻了 我手脚都麻了 哇 这个厚劲他也吓人了吧 我腿麻了 太猛了 这个 我已经缓下去了 哇 它这个是美蛙 嗯 说实话 吃了刚才那个辣的跳以后 再吃这个就感觉像甜的一样 一点辣味都没有了 嗯 嗯 我再吃这个一点辣味都没有了 甜的 嗯 嗯 刚才一股劲儿没上来哈 差点把我辣饱了 你知道吧 真的 我天哪 太辣了 看这个腿超级厚实 嗯 嗯 说实话我们这一趟时间挺赶的 我们三点四十多分的动车 现在快一点半了 这时候过去要四五十分钟 嗯 得加快速度 又是满满一大碗 它这个锅里面煮出来哈 我感觉酱香味比较足 嗯 滷出来的牛蛙 特别特别入味 好吃的 这个牛蛙 像这个辣的跳牛蛙哈 兄弟们没有尝试的哈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挑战一下 但是尝试一点点就好了哈 嗯 像这种正常辣度的牛蛙 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吃 你知道吧 很香一香 满满全肉 它这个的话就不叫牛蛙 它叫美蛙 这个头比较小 肉非常嫩 嗯 今天这一顿饭我比较赶时间 所以我得快一点 嗯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吃辣很厉害的啊 真正挑战这个辣的跳牛蛙的时候 发现自己啥也不是 哈哈 超级超级辣 哇 嗯 当你被那个辣的跳牛蛙辣到以后 你再吃这种烫的东西哈 你会很受不了那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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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肉汁往我这边飘的时候 都辣的更受不了那吧 连脸都是辣的 太辣太辣了 哇 太厉害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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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次要被老板上一个了真的 太辣了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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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完一轮再玩一轮 Ha 这个牛蛙是好吃 辣鬼辣 但是真的好吃 兄弟们 来 牛蛙继续 开灶 开灶 我灶不动了 灶不动爸爸灶 没事 不一样 带点颜色 要不一样 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像你们来吃这种牛蛙自主 别上来就吃那个辣的条 容易把你们辣过就辣饱了 大胖不一样 大胖沉淀下去了 还能继续造 太爽了 这时候我特别佩服 特别佩服 辣的条牛蛙能吃十几只的人 我也可以 我就先 你这不服就不行 知道吧 不服都不行 这个挖在锅里面煮熟以后 起码泡在锅里面泡五到十分钟 泡的会更入味更香 继续 来 哇 谢谢大家